好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中国大陆 那这个可以说是各国 都是最近习近平也很忙 4月16号今天上午 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跟萧姿会谈之后 两人蛮特别 各自带着翻译 散步交谈 那这个还蛮特别的 倒不是这个习近平跟这个萧姿 因为这个声音上 大家听不到在讲什么 但是你知道那个钓鱼台国宾馆 还蛮神秘的 去过的人很少很少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很多人反而关注到 哇 钓鱼台国宾馆 我来看一下长什么样子 大家看到钓鱼台国宾馆 当然非常非常大了 里面这个花木扶书 然后习近平呢带着这个萧姿 那当然这是工作会议 那主要是今天天气也很好 所以大家在这个阳光之下 在这个庭院散步 来钓鱼台宾馆画面太少 我们的影片中其实还有很多 没关系 稍后亮哥讲解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得到 有没有 荧幕上这个花草扶书 两个在阳光底下看得出那个用心 说实话 如果说这个怎么讲 就是看得出这个关系 如果说不是很想应付这个总统的话 事实上工作会议大概就结束了 但是你看到在钓鱼台宾馆 这个一散步 那个画面拍起来就是特别的不一样 好 回到刚刚那边 我们再来看一下 来 导播 好 习近平说什么 只要双方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中德关系会持续稳定发展 萧茲说作为欧盟重要成员 愿意为促进欧盟跟中国的关系 发挥积极作用 那华尔街日报有一篇评论 认为主要还是德国 现在欧洲病夫 不是 经济复苏法力 担心被俄罗斯侵略 然后也担心川普今年会赢 所以推动着欧洲跟中国靠拢 亮哥怎么看 昨天介大使在节目中讲 说事实上不是这个萧茲 带天团来 是这个豪华的企业团 带着萧茲来 这是反过来 你看到他外交部长 经济部长都没带 所以你怎么看待 这一幕习近平的用心 这个萧茲当然 他自己没有胆量去面对美国 也是原因 这个你北溪被炸 你能源成本拉高 那就造成你对外的竞争力 出问题吧 然后就资金外移 企业外移 事实上梅克尔那时候的经济 他就创造一个新的三角结构 就是用俄罗斯便宜的能源 然后透过德国的精密制造的能力 然后造出来的产品大量卖给中国 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为什么德国可以变成欧洲的巨人 因为他是用大三角在发展经济 那一般欧洲国家都只用欧洲的逻辑 在发展经济 所以德国是这样子变成欧洲的老大 不然凭什么他GDP比法国多那么多 对不对 那也跟中国的贸易超过两千亿 法国竟然只有七百多亿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逻辑 就是他运用了中国的市场 内需市场 然后利用了俄罗斯的便宜的能源 那结果这一只脚被美国砍断了 那难道你另外那只脚你也不要了吗 所以当然不可能嘛 所以我觉得德国企业最了解这个结构 就说既然我们北溪煤 那我们中国那只脚要好好用 那中国那只脚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是德国的企业去中国投资 所以就要中国打开更多的项目 开放让德国进去 这个就是肖之要的 那第二个就是 那你比不过中国了 那就去跟他合资吧 这个最明显就是电动车 那企业当然会看到这种问题吧 那就谁叫你要组红绿灯政府 是啊很多人都跟你讲说 你干脆去跟基民党组大联合 如果当初社民党跟基民党组大联合 我跟你讲 德国现在就是一个强势的政权 你偏不要啊 你跑去跟绿党啊 自由民主党 组一个精神分裂的政府啊 搞到自己 搞到自己 对啊因为 每次中国在跟你打交道 你这个政府是三个灯都亮 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立场 没错 就红蓝绿三个灯都亮 中国就说奇怪 所以我到底要往前走还是往后退 不知道啊 事实上你这张照片还不够经典 华春莹贴那个照片才经典 你就看出那个肖枝 来我们找一下放在那个肉框里面 我来让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张真是经典照片 这个华春莹不小心贴出来了 你看那个肖枝在那边忐忑不安的样子 你看到那个表情 对啊 肖枝 肖枝 你看习近平多自在啊 对对对 主场啊 对啊 他主场嘛 而且习近平我觉得 中国大陆的大战略 已经非常清楚了 就是他要跟欧洲一些 愿意跟大陆务实往来的国家 主动释出善意嘛 我跟你讲王毅 去见那个西班牙首相 讲的话最直接啦 他说只要中国跟欧洲 都团结一致 新冷战就打不起来 他这讲话最直接啊 那我认为中国大陆 现在选择的国家就是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荷兰跟瑞士 就这几个国家啦 那这几个国家 那是意大利自己脑袋 还没清楚 还没醒过来啦 不然意大利本来也要进来的 我觉得中国大陆 应该是想透了啦 就是说中欧投资协定 已经三年了 你要欧洲全票通过就不可能了啦 那干脆我就针对 愿意跟我务实往来的国家 就直接给善意了啦 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就 这个叫单向开放 他也不要求互惠了 亮哥你刚刚po那个华春莹照片很有意思啊 华春莹这是很会抓的你知道吗 这个精髓所在 刚才都很拘谨的样子啊 亮哥如果你来假设一下 这个肖子心中的OS是什么 我这个再把它放大 让大家看一下肖子的可爱的表现 你觉得你看肖子他还 他还这个没有跟上习近平 在后面一步是不是 对还没有跟上 然后你看那个 双手在前面 虽然这是静态的照片 但是他应该在那边搅啊搅 然后你看到那个脸上那个表情 对不起习近平的那个表情 大概在想那个 大概在想那个贝尔伯克 不知道在骂他什么 我明天要回去了 日子不好过是吗 这也是他们政治制度的问题 这没有办法 贝尔伯克的经历跟那个 他们就是街头起家了 那就能够当经济部长 就能够当那个什么外交部长 哇这个比欧美化还厉害的啊 副总理 对啊 这根根本根本就是 我觉得德国这个政权 根本就是不能运作啦 对 你怎么可能总理跟外交部长 经济部长不一致 哪有这种国家 而且这是国事访问 外长跟金长没跟来 而且谈生意 怎么可能谈生意 经济部长不来 非常怪异 所以我是觉得 建大使讲得对 就是那个企业界就觉得 我们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 搞下去了 那基民党就快要拿回政权了啦 我觉得肖子也有压力 你知道社民党现在民调只有多少吗 多少 14% 政党民调只有14% 那基督教民主党是31% 所以他当然也会紧张嘛 所以我是觉得 而且你看那个安排的行程 你就看得出来是企业界弄牌 他都是走德国的企业 在中国 事实上就是那个德国企业 要跟肖子讲说 你看我们做得很好啊 你到底在反对什么 所以他就一间一间秀给他看 那肖子就是 他基本上还是搞政治的高手啦 所以都弄个TikTok 对 然后到中国的第一站 就去重庆干那个Bosch的轻人汽车 就直接贴出来了 就在TikTok啊 这摆明要跟美国对着干 对 然后后来去同济大学 那是德国人创的学校嘛 对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整个安排啊 大概他们一定有一些 跟中国比较熟的人 早就已经走过了啦 那中国大陆一定有提供他一些意见 所以这个旅程 就是要让德国的媒体来报导 德国企业在中国活得很好 主题就是这个啦 好上次来的时候连过夜都没有嘛 秀一下就好 这次三天 我们看两天经济 一天政治 这个就不寻常 这个就是梅克尔的筹法 梅克尔跟中国大陆以前最熟的时候 他是好像 走厨房你知道吧 走厨房 有时候来就去杭州走一下 去哪里走一下就这样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慢慢让他有那个 有那个感觉啦 因为社民党跟中国本来就没那么熟 主要是基民党 所以我觉得 他这次一定很有感觉啦 因为德国企业都带你来浏览一轮了 大概是这样 那我认为习近平跟李强一定会给他红包的啦 要让他活去好做人啦 对对对 就是这样 给多大给多大 不知道呢 走了 不过德国是最大的 应该是还没有公布才会那个表情 还没有公布啦 才会那个表情 要给我多少呢 对对对 大家写一下他的内心OS会在想什么 而且他有一个压力就在眼前 因为五月习近平要去法国 对 对对 对对 他一个压力就在眼前啦 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 marshmallo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